讲到老鼠啊,相信很多人的反应都是避之不及 尤其是在我国80年代的时候,那老鼠更是厨房的常客 由于当时呢,我国的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发达 很多人家中还置办不起冰箱之类的家电 这也为老鼠的诞生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那时的老鼠非常猖獗,甚至敢在人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路过 以至于很多家庭呢,只能通过家猫或者老鼠药等方法来减轻鼠患 然而在近几年中,很多人发现曾经猖獗一时的老鼠啊 渐渐看不到踪影了,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都好像销声匿迹了一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 老鼠这种生物的习性以及生活范围 如果有过相关的了解与观察,我们就能发现 老鼠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广泛 从恶臭扑鼻的垃圾堆到下水沟 再到储藏粮食的骨仓和家中的厨房 可以说,它们能够适应的环境非常广泛 这种易于其他生物的生存能力 还有归功于老鼠独特的生理结构 想要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垃圾堆中生存 首先嗅觉方面就要承受得了环境带来的恶臭味 而老鼠的鼻子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老鼠的嗅觉感官细胞是生长在狭长的鼻腔中的 这也促使老鼠对于异味的感知灵敏度很低 即使是非常刺鼻的恶臭味 老鼠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有所感知 所以即使是在恶臭的垃圾堆里 它们依旧可以繁衍生息 粮仓、厨房这类地方 在老鼠看来就可以称得上是五星级酒店了 那为什么老鼠越来越少见了呢? 实际上仔细观察的话 老鼠并没有消失 它们只是不太愿意出现在人类生活密集的场所了 而是投入到了相对更安全、更隐蔽的地方 如下水道等地 老鼠之所以放弃了食物来源充足的厨房与粮仓等地 是因为不论是在城市或是农村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房屋结构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家中老鼠猖獗的年代 大部分人居住的都是一些平房或者是土坯房 在这样的房屋结构中非常有利于老鼠的滋生 它们不光可以啃食厨房中的食物 而且一旦被人类发现 马上就可以脚底抹油顿入黑暗中 而消灭只老鼠要付出非常大的精力 久而久之人们也只能相对妥协 而这也是那时候人们家中老鼠如此猖獗的原因 现在不论是城市的高层楼房 还是农村的水泥房 在房屋结构上越来越规范 这也导致老鼠失去了生存于此的根基 并且现代家中可以吸引老鼠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就比如在过去我国家庭中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储备粮食所用的粮仓 这些粮仓要保证在秋收后每家人一年的口粮 那正是这些粮仓给老鼠提供了绝佳的食物补充场所 但是在现代化的城镇中 买卖粮食变得非常容易 每家都只会存放少量的储备粮食 这也导致老鼠很难如同过去那样偷取储备粮食 所以这也从根源上掐断了老虎生活在人们家中的情况 因此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现在已经很少在家中见到老鼠的身影了 老鼠的减少也与我们更加科学的灭鼠方法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早年我们的灭鼠方法还是相对简陋原始的 无外乎通过老鼠的天敌猫去抓捕 或是通过老鼠药或者老鼠家等方式来灭鼠 然而这种方法不仅效率低下 而且无法对老鼠群族造成有效的清除 因为老鼠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生物 雌性老鼠每次能生下十多只小老鼠 而这样的生产可以在雌鼠的生命中进行数十次之多 如此强大的繁殖能力 不能看出为什么传统的捕鼠手段很难对鼠群造成打击 我们如今所常用的捕鼠方法则相对科学了很多 比如之前所讲的通过合理规划房屋结构来杜绝老鼠气息 还有通过分析老鼠的生物特征 通过仪器制造出老鼠喜欢的气味或是声音 诱导它们倾巢而出 最终一网打尽 而正是这些更科学的方法 使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很难再见到老鼠的身影 虽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老鼠距离我们的生活区域越来越远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能完全消失了 尤其是下水道垃圾站这类地方 还是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而灭鼠工作的展开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毕竟人类历史中多次爆发的传染病 都是老鼠所引发的 它们自身生活的环境 也使这些生物身上携带着相当数量的各类细菌病毒 所以只要这些小家伙一天还没有被列入保护动物的行列 那么捕鼠的工作就一天也不能松懈 一定要将这些瘟疫之源扼杀在摇篮之中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球仔的别忘了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